下一個禮拜就是 玄天上帝的誕辰 但是根據這個 玄天上帝的傳說 非常非常的多 有人說祂是屠夫化身 變成了佛 但也有人說祂是天上的星宿 幻化成人形 所以到底齊鵬老師 在這個真實的歷史當中 真有玄天上帝嗎 有 真的有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的信仰 主要是來自新陳崇拜 主要是說祂是北極新化身而來 因為北方築水 所以祂也被視為是水神 然後也有海神的一個職責 那祂也被奉為是北地 那同時在五色之中 北方是黑色 所以祂也被尊為是黑地 那台灣比較算是親切的稱呼 他叫做聖帝公 有沒有 好 那這個玄天上帝 至少到了聖誕的時候 就開始發揚光大 因為當時有許多皇帝 都特別為祂駕封 然後到了元代的時候 元始祖忽必烈 還特別為祂建宮廟來加以祭拜 不過要說到玄天上帝信仰 深入人心的話 得要講到明朝 而且還跟朱元璋有關 為什麼呢 這就要講到有一次 朱元璋跟陳友諒對戰 結果朱元璋不敵被打敗 以示逃到武當山上去 結果陳友諒的追兵 一路追上來 那他慌不折路 就看到前面有一間破廟 就想要躲進去 可是在躲進去之前 他先擋了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現這個破廟珠網成封 全部都結滿蜘蛛絲 如果他破網而入的話 一定會被發現對不對 你今天哪有可能全部都蜘蛛網 就這樣子破出一個人形出來 所以當時這下該怎麼辦呢 於是他就向這個曾武廟 這個破廟是曾武廟 跟曾武大帝助導說 請曾武大帝好好的幫我躲過這一劫 如果躲過這一劫的話 我一定事後好好的會回報您 說也奇怪 他這個時候破網而入 進去之後 蜘蛛絲自動織回來 讓他恢復原狀 這麼神奇 對 所以後來追兵過來之後 看到這個破廟 全部都蜘蛛網 這不可能躲人的 所以就直接往其他地方搜尋而去 所以後來朱元璋因此躲過一劫 後來登基為帝之後 他想起這件事 為了感念這個曾武大帝的恩德 他特別改建廟宇 從塑今生 而且把曾武大帝 把他封為玄天上帝 後來就變成是明朝的重要神旗 神奇 不過還跟一件事情有關 就是說燕王朱棣 因為燕王朱棣有發起禁難之意 其實他打不過明慧帝的軍隊 可是每次在戰況即將要敗亡的時候 他都可以扭轉乾坤 為什麼 事後他回想 他自己是從北方而來 一定是守護北方的神明在護佑他 誰主政北方 當然就是玄天上帝 所以他就特別把玄天上帝 封為是明朝之神 於是我們就要問 既然是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為什麼後來會變成是說 他有屠夫化身之說 有學者研究過後 認為應該是清朝污衊抹黑的結果 所以不是這樣子 是 那這個屠夫化身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玄天上帝原本是一個屠夫 那後來經由觀世音菩薩點化之後 他自覺自眷孽深重 所以他剖開肚子把腸胃拿出來 後來因為因此懺悔得到升天 不過他遺留下來的那些腸胃 後來就化為龜金跟蛇金為害人間 後來玄天上帝還特別下凡來 收服他們成為座騎 那這樣的一個故事 其實是有原型的 怎麼說呢 因為明代的時候 有一本叫做北游記 那這本北游記 其實就是有提到說 玄天當地原本是玉皇大帝 三魂之中的一魂 那後來投胎到人間修道 可是在呈仙之前 發現他的腸胃太髒了 所以他的老師妙樂天尊 才會為他置換腸胃 來去讓他得到升天 可是這個故事 你注意 那本身就有兩個問題 一來就是玄天上帝 是一個屠夫 怎麼可能有成為神格 這麼高的地級的神對不對 那二來這樣一個情節也不合理 而且在清朝以前的史料 通通都沒有提到 所以有人認為說 應該是清廷 想要刻意壓 打壓這個 明朝 因為他是明朝在拜的神 因為他是明朝護國之神 所以台灣有400多間玄天上帝的廟宇 他們就會覺得說 可能是當時明末的時候 有許多人假借玄天上帝的名義 來去反清復明 所以要根本杜絕 這樣的一個行為的話 最好是直接把玄天上帝的神格 拉下來 所以才會把它說成是屠夫化身 那因此各位 你有沒有聽到覺得說 那個玄天上帝很無辜 只因為政治的對立 就導致他被人家這樣抹黑 如果來到現代 我們就可以說他是受到 假新聞假謠言的受害者了 不過說真的 台灣真的很多人是拜玄天上帝 要問一下正義老師 因為既然有這麼多信奉 玄天上帝的信徒 表示他有很多神蹟對不對 在民俗裡面最早是中國 就是他說的朗新術 朗新術中國特別注重北斗 所以我們在古代的烏的時代 還沒有道教之前 我們只要請神 都說神北行 神向北 向北走 對 後來就是玄天上帝 就成為帝王中的帝王 為什麼 因為它等於是龜跟蛇 這兩個的化身 就是降伏的這兩個化身 那其實是陰跟陽 龜跟蛇其實就代表陰跟陽 那龜很慢 它是有陽氣 蛇跑得很快 所以它具有一個太極的這種狀態 所以歷代以來其實很多 包括現在的紫禁城 它的佈局是用玄天上帝的 你如果從Google上面上去看 它有頭有腳 那個樹的形都照那個種 還踩著龜蛇 後來的傳說就像老師講的 我的外祖父就是個屠夫 他們家拜就是拜玄天上帝 那個玄天上帝只有這麼小尊 神你知道嗎 要嘛就刻很大尊 要嘛就刻很小尊 好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去我舅媽家 他剛好是在拜玄天上帝 你知道他用三種桌子 為什麼要這樣 天地人 就是下人間 就是擺了330道菜 這麼多 那是一個很正統的 就是拜玄天上帝 就是他是3月3號生日 所以珊珊是在33天 就是說玄天上帝住在33天外 要請他去下凡 那我舅舅他這個 舅媽很勤的拜 他還特別會做了一個捏面人 就像我這個手指這樣 做了一個捏面人 然後擦在香爐裡面 就是玄天上帝的那個箭子 然後我舅媽那一段 就跟舅舅生意很好 又開百貨 又也有棺材店 也有這個辦席的 後來賺了錢 他們就去礁溪溫泉 買了地 蓋了飯店 那早期飯店不多 他蓋起來 生意也很辛農 結果突然間有一天 怎麼一落千丈 怎麼會這樣子 那後來他們就說 你可能被人家鬥法 就被同業鬥法 他去問神 那剛好我回去 那時候我表哥 在幫忙負責這個飯店 他就說 你要不要就是幫我們查一下 就是說 是不是最近被人家 這個衝卡丘 就是生意都不太好 後來我就是 我想說他家拜玄天上帝 我就恭請玄天上帝 他就比了這個箭子 就到了 到了以後那個手一比 就是往後 後面他有一個神廳 在拜土地公 他櫃台的後面 結果就繞到那邊 就比 然後就覺得那個爐裡面 可能有東西 真的 後來就因為要動爐 總是給土地公 寶貝說可以不可以動那個爐 結果土地公說OK 我跟你講那個爐裡面 很深的位置 我們把那個箱拿起來 再倒出來 裡面有一個猴子的手 怎麼會放那個在裡面 大概這麼長 猴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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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飯店業 多多少少都有賠酒 那時候那個生意就不好 消息的時候 對 因為那個猴子專門旅行 很多芭樂行業裡面拜豬八戒 對 豬八戒怕的就是狗狗 就是猴子 所以那個是被人家 就是嚇了一個 好像巧妙在裡面 後來我們就去查 就找到那個嚇的人 那個是在隔壁鄉裡面 他等於幫同業的請他來 嚇這個東西 後來我們就 這個給了一些紅包 叫他說 我也知道你在弄 他說不要再來了 是 後來聲音又恢復起來 所以這個是鬥寡